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的内容是跟香港有关系的 我觉得可能要找一些有回忆的香港人来做 我觉得我当然是有回忆的香港人 很适合我做 我很乐意分享 对你来说有什么集体回忆是很深刻的 哇很多 我其实是80年代开始在社会打滚 回来香港参加选美 其实我经过了八九十年代 我觉得是香港的黄金时间 香港普遍的发展 歌舞升平 好像是一个繁华世界 就是这样的 都记得以前城市里面 有例院 青龙水上落营那些 还有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面 很方便的交通 给我们一个很廉价的刺激 我都很怀念这些东西 我想知道你们第一次参与舞台剧 现在心情如何 都很紧张很兴奋 因为过往我们都会玩不同的演出 但是舞台剧就是第一次做 那你们会分享一些什么的集体回忆 主要都是一些旧式的歌曲 即是六十年代到现代的歌曲 会用Bang的形式去演绎出来 我记得当时考试 就用一个借口去减压 卡拉OK的辉煌时代 就是可以七元唱年一个K 再加上有意粉吃 还有杯饮 后来贵一点就28元唱通宵 那些时间就整天都唱歌 所以我觉得今次这个show 那些歌曲 都可以换成我当时对香港的感觉 集合那么多演员歌手 和不同元素的一套舞台剧 内容一定相当之丰富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